今天要跟你讲的书,叫做贫穷的本质,是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,这本书告诉我们,穷人到底为什么这么穷,读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,就是它能帮你看清穷人的思维方式,可能你现在不是穷人,但是很难保证你没有穷人思维,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,有多少钱,只要你有以下的几个思维习惯,就难免还是一个穷人。 作者认为,贫穷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,你对贫穷了解的越多,对经济学的理解就越深,这本书算是重新定义了贫穷,我们以往对穷人的贫困和理解太狭隘了,这本书从一个更底层的视角解释了经济生活的本质,作者有两位,阿比基特·班纳吉和艾斯特·迪弗洛,这两位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。 这本书出版之后,获得了金融时报评选的年度最佳图书奖,但这本书的写法不太像畅销书,更像是学术著作,因为两位作者,跑遍了五大洲穷人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,做了大量一手的试验和调查,内容扎实,写法也非常严谨。 这本书最合金的一题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,穷人为什么这么穷,书里总共归结了三个原因,一,穷人缺少有效的避险工具,二,穷人不做远期规划,三,对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,穷人身上有太多执拗和偏见,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 第一个原因,穷人没有有效的避险工具,大部分人其实对穷人有一些偏见,在我们的印象里,可怜人自有可恨之处,那穷人懒惰,自质利差,不愿意接受新事物,甚至有的时候愚蠢,西方种族主义者甚至把非洲拉美的穷人称为是白人的负担,那问题在于,穷人真的像我们的刻板印象那样吗?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之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? 贫穷的本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,跑遍了五大洲的穷人区,经过大量调查,他们得出的结论是,穷人很穷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规避风险的手段太落后。 你比如说吧,穷人往往会生一堆孩子,那生一堆孩子说明他们的关键落后,那本来家里的资源就很有限,还生一堆孩子,每个孩子都得不到充分的营养,也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教育,最后孩子长大了,也就赚不到钱。 如此陷入恶性循环,最后是,越穷越生,越生越穷。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,生很多孩子,说明穷人目光短浅。 可是穷人为啥愿意生那么多孩子呢?他们真的以为,生孩子多了就能变得富有吗? 本书的作者说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穷人生很多孩子的真正原因,是为了抵抗风险。 对于穷人来说,他所在的国家往往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,他想规避养老和医疗风险,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。 但是,子女身上的不确定性太多,比如有的孩子可能会早早的夭折,有的孩子自己混得也不怎么样,没有能力养老,还有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好,不愿意帮助父母,等等等等。 那这种情况下,穷人往往就会采取多生几个的策略,尽量规避风险,这个咱们中国人应该好理解,养儿防老嘛。 所以说,穷人生孩子是一种理性的思考,只不过这种规避风险的手段实在是太粗糙了,而且它限制了穷人的财富积累,让穷人活得很辛苦。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,穷人生孩子多是愚蠢的,因为他们也站在自己的角度衡量过这个事的利弊。 更重要的是,我们不愿意生很多孩子,可能和我们思想多开化没什么关系。 很多调查研究都表明,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,比如医疗保险,养老金,退休金,能让生育率大幅度下降,而且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。 也就是说,我们生孩子越来越少,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,其实是社会保障水平进步自然的结果,有了保障自然就不需要多生。 这个和思想进步的关系并不大。 除了多生孩子,婚姻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。 比如说在印度,印度的穷人一般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村庄。 为什么不远不近呢? 因为如果两个村子离得太近,气候是完全一样的。 你这儿发洪水,我这儿也发个洪水,谁都挺惨,谁都帮不上谁。 两个村子要隔开一段距离,这个气候条件就不一样了。 你受灾的时候,我没受灾,我就可以帮你一把。 同时呢,两个村子你还不能隔得太远,太远了联系起来也不方便,还谈什么互相帮助啊。 所以要把闺女嫁到不远不近的地方,这样对于自己家族规避风险是有好处的。 显然啊,穷人也是很聪明很理性的。 那你可能会说了,靠多生个孩子或者给闺女找个距离合适的婆家来规避风险,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呢? 你这个担心是对的,毕竟是太穷,其实也起不了太大作用,尤其是遇到比较大的灾荒和疾病。 孩子和亲家可能都无能为力,这个时候他们又该怎么办呢? 那穷人还有一招,就是借钱。 穷人借钱都是额度很小的贷款,在印度之类的国家有很多小额借贷机构专门借给穷人钱。 跟银行正规的贷款相比,小额贷款的利息是要高十倍甚至几十倍,说白了,就是高利贷。 你可能会问了,这么高的利息,穷人为什么放着便宜的钱不借,非要去借高利贷呢? 穷人当然不傻,但是问题是,正规的银行为了规避风险,会尽量的借给有资产的人。 因为这些人还不起钱的时候,还有资产可以抵押或者变卖,但是穷人有什么?穷人什么都没有。 小额贷款机构可以突破这些限制,他们愿意借钱给穷人,可是毕竟呢,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生意。 穷人还不上钱,贷款机构就血本无归,所以他们必须把利息提得很高。 这样的话,即便有一部分钱借出去了,我再也拿不回来,但是因为利息足够高,收回来的这部分钱利润也高,足以弥补掉亏空。 这就是为什么高利贷的贷款利息比银行高很多。 那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放这种高利息的小额贷款的机构,其实也是在帮助穷人,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剥削可怜的穷人。 而且,这个事不是我说它好,它就好,像穷人发放小额贷款,那可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。 孟加拉果有一个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教授,他就专门做了一个贷款公司,到各个发展中国家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。 06年的时候,尤努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 但是呢,通过借高利息的贷款来规避风险,这种方式说起来,效率也不是很高,主要是利息太高了,很难降下来。 因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,穷人违约率太高了,为了提防穷人违约,他们放贷款之前,就会派人到穷人家里,仔仔细细的做调查。 调查的越细,这个成本就越高,那贷款机构最后放款的利息也只能更高。 穷人拿到更高利息的贷款,还不上或者故意不还的可能性就更大,这就会导致坏账率更高。 所以这就是一个死穴,穷人在脱贫的路上越走越是一个死胡同。 所以说,不管是生孩子,找个好亲家,还是借高利贷,穷人应对风险的时候,能拿得出手的这几张牌,效果不怎么好,成本也特别高。 这就是造成他们贫穷的第一个原因,规避风险的手段太落后。 穷人陷入贫穷的第二个原因,是没有远期规划,很多地方的穷人对教育不忠实,即便有很多慈善组织,跑来给他们建学校,还哭口婆心的跟他们说,普及教育有多好多好。 但是家长们把孩子们送去读书的这个积极性也不高。 为啥?很简单,因为穷人并不确定,十个儿女里有哪一个可能会给他养老。 而偏偏呢,教育又是一个长期的投入,好多年以后我才能看见成效。 那你让我把手里头有限的资源,压宝一样的压到某一个孩子身上,我来赌一个遥遥无期的结果。 这对他们来说,是冒太大的风险,他们宁愿把钱花到马上就能见效的事上。 比如说买点湿的,改善一下伙食等等。 再比如,大家在职场上都很清楚一件事,就是你的身价取决于你的核心能力。 你得有一个足够突出的长处,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。 这样呢,你才可以在职场中获得一个不错的位置和收入。 但是穷人啊,为了讨生活,一般会身兼数职,多打几份工来补贴家用。 那这个事呢,长期来看是很不划算的,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足够专注的话,他们很难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。 自然,也就挺难获得让他们脱贫的收入。 但是,多做几份兼职工作,在收入上是立竿见影的。 这个事儿,短期效果很显著啊。 至于成为行业里的专家,发展核心能力,那就太遥远了。 他们不相信这种太远的规划。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,穷人是很穷的,他们穷得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。 如果说他们得到了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,他们肯定会去买更多的食物来填饱肚子。 可是,贫穷的本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在印度当地做了很多社会实验,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 当穷人可以买多一点食物的时候,他们并不会把所有投入到换取更多的补充能量的食物上。 相反,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,价格更高的食品,有的甚至拿补贴的钱去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。 更有意思的是,这个事情还很普遍。 比如在尼加拉瓜,56%的农村家庭里有收音机,21%的家庭有电视机。 即便在有些地区,比如印度的乌戴布尔,这里实在太穷了,电视机和收音机都买不起。 那是不是说他们会把补贴的钱都花在池上了呢? 也不是,这里的穷人会把自己14%的预算花在宗教节日上。 这就奇怪了,为什么这些人明明很穷,他们为什么不把钱攒起来, 以备不时之需,或者趁着发补贴了,多买点口粮,而是要干这些看起来对填饱肚子没有什么用的事呢? 两位作者跟村民们聊了聊,他们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啊,对于穷人来说,他的首要选择是什么呢? 看起来是填饱肚子,其实不然,世界各地的穷人营养不是很均衡, 但是填饱肚子,其实还是做得到的。 他们最希望的是,让自己毫无希望的贫穷生活,少一点乏味。 减少乏味的方法,可以是一台电视机,也可以是一点特别的食品, 还可以是一个欢乐的宗教节日。 他们的想法是,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, 做长期规划,不如呢,我只关注当前,尽可能的把日子过得很愉快。 这本书里有一位孟加拉国的医生说,医生在穷人生活扮演的角色, 其实也是让穷人们眼下过得更愉快一点。 穷人根本治不起大病,因为那会花很多钱,比如化验,住院。 所以说他们知道,自己一旦得了大病,好吧,那我就交代了。 那我干脆放弃攒钱防范风险这种宏大的目标, 平常呢,我就来找医生开点药,即便他们知道, 这个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,但还是要为他们自己的健康做一点什么, 这会让他们自己过得舒服一点。 没有远见会加剧贫困,其实反过来说,贫困也会造成没有远见, 这是什么道理呢?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,人的压力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水平密切相关, 皮质醇的水平越高,就代表压力越大。 穷人呢,长期处在生存压力里,皮质醇的水平自然就很高, 就会影响大脑的部分区域,比如前额皮质,类扁桃体,海马区等等, 这些可都是认知功能的重要区域啊, 所以高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和决策能力。 所以说,长期处在压力的穷人,他们不太可能会做出理智的决定, 压力让穷人们做不出长期的决策, 长期无法摆脱贫穷,又让他们觉得渐渐失去了希望,感到没有出路了, 这样又会大大的降低他们渡过难关所需要的自控力, 于是他们会干预当下,只看短不看长,在贫穷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 这就是穷人之所以穷的第二个原因,没有长远规划。 陷入贫穷的第三个原因,是执拗和偏见, 这种执拗和偏见主要体现在超出认知水平的领域。 比如说,很多国家的穷人会把自己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, 在印度,很多农村贫穷家庭会拿出每个月预算的5%花在健康上, 在巴基斯坦,巴拿马,以及尼加拉瓜, 这个比例大概会在3%到4%, 而且在这些国家呢,超过1%的家庭每个月至少会找一次保健人员, 那好像穷人关心自己的健康不是什么坏事。 但是问题是,他们的花销不可学, 比如说,穷人特别喜欢用抗生素, 而且经常会做一些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, 也就是说,穷人平常不会花点小钱预防疾病, 像打疫苗啊,买蚊帐这类的事情,他们都不接受, 而是等到健康真的出了大问题了, 他们又不惜借钱来拼命治疗, 治疗大病的花费自然就高了很多, 这也是拖垮很多贫困家庭的原因。 穷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医疗理念呢? 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, 比如,他们觉得药物直接输送到血液是很重要的, 所以他们都愿意输液, 觉得输液比口服药物更有效, 所以他们会大量的使用抗生素。 如果一个流感患者去看医生, 医生发现他只有一个普通的感冒, 只不过是自现性疾病, 什么意思?就这种病啊, 什么都不用做,自己就会痊愈, 所以什么药也没开, 病人后来感觉好转了以后呢, 他就会认定, 我自己的病情好转跟这位医生没有什么关系, 因为医生什么也没做呀。 那咱们换一种情况,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抗生素的话, 他很有可能会感觉好一点, 所以他很自然的产生虚幻的联想, 觉得这个病情好转啊, 贵公于抗生素仍然不是医生的功劳, 而如果医生给他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, 那他又理所当然的认为, 这个医生太差劫, 总之就是对于医生没有缘由的不信任, 所以当医生给穷人一些预防性建议, 比如说打疫苗的时候, 穷人们会当做耳边风, 然后他们会继续自己那种很不科学的健康开销, 这种执拗和偏见, 加大了他们的健康开支, 加剧了他们的贫穷。 再比如, 慈善机构发现, 说服父母让孩子来打疫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, 因为他们不相信疫苗, 为什么不相信呢? 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, 打疫苗就是胡扯, 比如说, 如果一个孩子接种了麻疹疫苗, 那他就不会患上麻疹, 可是并不是所有没有接种的孩子都会感染麻疹, 传染病本来就是一个概率, 而且你周围的孩子都接种了, 你不接种其实也没有太大风险了, 但这个事儿在家长们看来就有问题了, 接种的和没接种的都没得病啊, 这不就说明疫苗没什么用吗? 这还不算完呢, 接种一种疫苗只能预防一种疾病, 其他的疾病可预防不了, 可是没受过教育的父母不理解啊, 只要孩子得了病, 他们就会想, 哎, 不是打疫苗了吗? 怎么还生病啊? 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受了骗, 以后再也不让孩子打疫苗了, 还有, 他们还有一件不理解的事儿, 就是有的疫苗不是打一次就完事儿, 有可能要打好几次, 但是打了两三回之后呢, 父母可能就会觉得已经足够了, 就再也不带孩子来打了, 在认知水平不够的领域产生偏见和执拗, 让穷人很难有效的躲过疾病和健康风险, 也很难摆脱贫困。 以上啊, 就是贫穷的本质这本书, 对穷人为什么会变穷的解释, 简单总结一下,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, 第一, 避险手段太落后, 第二, 他们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, 第三, 因为认知水平的局限, 他们对不懂的东西, 有太多偏见, 但是呢, 单纯的讲出书里边总结的三个原因啊, 显然不是我们讲这本书的目的, 能从里面找到启发和帮助, 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, 所以呢, 我们不妨再做一点思考, 书里讲的贫穷的三个原因, 哪些是穷人身上特有的, 哪些其实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? 很不幸, 好像后两点, 也就是看短不看长, 以及对不懂的事情有太多偏见, 我们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, 比如说, 平常花点小钱预防或者锻炼, 身体健康了, 就不用在大病上花大钱了,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, 但是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, 特别是咱们父母这辈, 一辈子省吃俭用, 不办健身卡不舍的体检, 真的检查出了大病了, 哪怕是晚期, 全家人都会四处的举债借钱, 做各种昂贵的手术, 只为延长哪怕几个月的生命, 这不就是这本书里讲到的, 只顾眼前不看长远的, 穷人的真实写照吗? 咱们再比如, 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网络游戏, 什么学习啊工作, 通通荒废了, 为什么人那么喜欢玩游戏呢? 因为游戏的设计者, 利用了心理学上的刺激反馈的概念, 这种机制给你一个短期的刺激, 你完成一个任务, 打一个怪, 这个时候就会有相应的反馈出现, 比方说装备掉落, 再比如经验值提升, 你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, 你做到哪一步了, 距离下一步还有多远, 但是日常的工作和学习是一个苦活, 而且还要长期坚持才能见效, 当然就不如游戏里及时的刺激有趣了, 你看在网络游戏上, 我们是不是也表现的像那个有了钱就买好吃的, 不让孩子上学的穷人呢? 还有, 在不懂的事情上, 我们一样犯了特别严重的偏见, 我们有多少人在网上慷慨激昂的反对转基因食品,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转基因到底是什么, 只是凭感觉, 觉得人工的东西一定不如天然的健康, 科学家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, 我们很多人还会去大骂科学家, 肯定是拿了食品公司的钱, 很多人去医院, 明明看不懂医院的化验结果,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, 医生肯定故意多给我们开药, 故意让我们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, 我们带着偏见和医生交流, 那医患关系紧张不就来了吗? 在我们认知水平达不到的领域, 我们就喜欢按照直觉和情绪去理解很多东西, 在这个意义上说, 发达地区的人和穷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 我们唯一抢过穷人的地方, 就是我们成功避开了第一个原因, 也就是我们的避险手段要比穷人多得多, 因为现代社会, 有医保, 有养老金, 有银行, 保险, 这些现代金融工具, 我们不需要靠多生孩子借高利贷, 规避不确定的风险, 但是这个和我们自身的努力和认知关联并不大, 因为和那些真正的穷人相比, 我们真正优势在于, 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, 也就是说, 我们的世界是按部就班的, 以至于很多理念是理所当然的, 我们就不需要去接受一些陌生概念, 比如我们这儿的孩子生下来就会接种疫苗, 我们几乎就没有想过, 为什么要接种? 疫苗是什么做的? 它怎么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? 这些我们都不用想就接受了, 只是因为我们从小耳濡目染, 大家都这么干, 但是你要让非洲拉美的穷人接受疫苗这个陌生的词汇, 他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抵触, 还有, 我们生下来就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, 他们提高了我们的卫生条件, 而我们也不用知道下水道究竟是怎么运转的, 也不用像非洲的穷人那样, 他们要慢慢的接受往水里加滤这个陌生的概念, 更重要的是,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用担心, 有没有下一顿饭吃, 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和决断能力, 可是穷人呢, 要不断的运用这个能力, 来对抗自己的欲望和恶劣的生存环境, 所以作者认为, 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相比,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, 他们思维误区, 他们的短视, 我们也没有能力规避, 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, 我们出生在一个体系完善, 自动运转的世界, 而他们的世界是残缺的, 好了, 这本书到这就讲完了, 这本书帮我们分析了, 穷人为什么会穷, 我们该怎么帮助穷人, 并且顺手反驳了很多流行理论, 他告诉我们, 穷人很穷的原因是缺乏规避风险的手段, 没有远期规划的能力, 以及认知偏见, 从这三点原因探究下去, 作者认为, 其实我们和穷人,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 他们犯的错误, 我们也在犯, 读完这本书, 我的感觉是, 从更实证的角度, 理解了贫穷的本质, 贫穷的本质, 不是资源匮乏, 或者社会体制落后造成的, 而是人性使然, 想要避免掉进穷人思维的陷阱, 那就必须学会用理性的精神, 去克制人性里的短视, 避免用直觉思考问题, 最后呢, 还帮大家摘录了几个书中的金句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